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已经不知道讲过多少款重生或者不断重制的作品了 无论真假的原厂改编或者正版授权 总是能打的玩家不要不要掏钱求饶 希望M 开发商是韩国的Playwith 有在台湾的子公司代理营运 我跟希望这款游戏其实不太熟 我只知道有一只主打的兔子哈比 但这边还是为各位做个简单的回顾 2004年6月台湾的一级网 向韩国的YNK代理了该系列第一款网路游戏 希望Online 而这件一级网也就是游戏橘子的子公司 在2004年时被正式收购 并在2010年改名为东游丸子 然后5年后公司就解散了 不过也不太意外 橘子本身就有实力运营代理 真的也不太需要另外经营其他子公司了 而到了2007年 在与韩国公司合约到齐后 游戏改由YNK在台子公司 网易科技 接手营运 改名为新希望Online 这件YNK 也就是后来在2013年改名的 Play with YNK当时旗下还有一款有名的游戏 在2006年推出的 若翰Online 该系列还有其他的续作 跟手机作品 但这款真的除了画面好以外 根本就是外挂大战了 而其他旗下游戏 状况也差不多 玩家总以为游戏局只够烂的时候 还是会有其他厂商跳出来刷新下线 而到了2009年 推出了希望Online的续作 希望练取Online 这款也活到了至今 而当年的希望Online 也早在2018年12月就结束运营了 2017年 由韩国的Funding Group 开发代理的希望手机版 在台降临 但很快啊 同年的11月29日就终止营运了 真的是触不及防啊 而当时同年的另一款 由中国昆仑万维在台子公司 奇迷游戏代理行销的 希望新世界 凭借了资本的力量活到2020年 2019年有台湾的Gmail游戏 在2月14日推出了 中国上海区位网络开发的 希望Web 以及12月21日推出的 希望再次遇见你 但分别都在2021年的 2月1日跟11月5日就收摊了 而到了2021年 由中国的安徽上去玩 网络开发 横溢文化网络代理的 新希望 在手游市场上孤军奋战 而这一系列看下来 大多不是换皮就只圈钱 真的是谁掌握了授权 谁就掌握了商机 接着来到本次原厂开发代理的 希望M 首先这款在5月19日跟20日当天 每日进行4小时的封测 但我实际只有玩到第二天 并且体验不到30分钟 所以凭这上可能有不足之处 敬请见谅 跟之前的吞噬天地3放置版 虽然是玩不同的游戏 但我却有相似的体验 再次重生 我并没有玩过该系列 所以审美上会比较主观 首先不得不赞美一下 这游戏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片头的游戏宣传影片 当然很多的悲剧都是从美好开始 游戏一开始看似很正常 但进去游戏以后 就是给玩家早期的复古风格 精致度不高 还会有延迟的状况 在看完刚刚精美的影片后 打开来却是这样 真的是强烈的对比冲击 不得不说 真的是把中国那套宣传学到位了 这游戏的建模风格 也许是老玩家很喜欢 所以继续沿用 但我真的不觉得怎么样 感觉像是在吃老本收割情怀 然后玩这款游戏真的 视力要非常好才能玩 说明跟界面真的是小到让我无语 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设计想法 要这样残害玩家的视力 还是因为标榜PC完美移植 所以就直接缩小塞入手机的概念 又或者是预设玩家都会用模拟器玩 而游戏的玩法就是万年放置MMO 然后不管是自动跟战略系统 也是一个都不少 课金方面主要是抽宠物跟抽实装 我用了系统送的大量奖励抽了很多 但都没有抽到什么稀有的东西 所以钱包不够深 奉劝不要随便跳啊 这次的封测 我不知道它实际是出多少名额 但在这次游玩中 会不定时的断线跟跳出错误讯息 所以才会造就了我根本没体验到太多游戏内容 就直接迎来了结束 官方FB上也有很多玩家反应 应该不是单纯的个案 但总结各方面来说 这封测的品质确实让玩家劝退 而官方也预计在5月26号进行公测 各位感兴趣可以到时候再自行去体验 但如果还是维持封测的水准 到时候被沿上也是不用太意外 结论 回忆不死 重生最大 韭菜割不进 春风吹又生 最黑暗的时期 莫不过于当你以为 打开的是希望 迎接的却是绝望 而不论游戏品质的豪坏与否 总是不把玩家凭借情怀课金支持 而究竟厂商是赋予回忆还是利益 这就留给各位自行领悟了 份Game或许会迟到 但他绝对不会缺席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